吉安湘第二十九届调节委员就职典礼 日前在吉安湘公所清明堂热烈举行 乡郎游淑珍除了颁发当选证书 也感谢调节委员们无私奉献协助乡亲来调节大小纷争 吉安湘第二十九届调节委员就职典礼 日前在吉安湘公所清明堂热烈举行 为了感谢委员们平日协助乡亲度席争端 避免诉讼产生的困扰 惠中也特别颁证贺便给吕绿军 林中胜两位借零退休的委员 并颁发聘书给十五位新许任委员 解除名末圆满定方 调节委员会承担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大小的调节事宜 或者是要进入司法的一些前置的作业的和解 都仰赖调节委员会来做执行 我们希望未来在吉安调节会 等同法院核定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能够圆满 让我们的乡亲在市农工商 以及日夜成婚里面 所遇到的问题都不用进法院 就可以在吉安乡调节委员会里面来完成 当然刚刚乡长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那我们调节会来讲一年大概收案是一千一百多件 那成立是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当然就是说这一届也就是二十九届 我们新任的这个调节委员 在接在立 为乡民服务 达到这个双面的一个局面 吉安乡第二十九届调节委员 包括金天玲 李立佑 谢丽华 楚庆鹏 张美美 崔台鑫 何永新 邱永台 李邦哲 余木生 黄轩玉 萧敏成 罗国宪 以及新聘委员 叶浩正 罗开 等共15人 记者 徐立琴 江一强报导